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行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等一等 你怎么回事 谁呀 爹 老爷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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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的故事慢慢再說 現在我先要揭穿一個人的假面具 快點 快點 原來是騙人的 為了嫁盡招家 竟然不擇手段 真不要臉哪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哪 玉琪 娘 掌聲 娘 早寶 玉琪 娘 你怎麼站起來了呀 我聽你呀 你的嘴 李勤小姐 有什麼話想說嗎 怎麼 怎麼會是這樣 怎麼會是這樣 娘 老衣 爹 娘 真的是你呀 娘 天吳 娘 娘我想你娘 阿神 家寶 老衣 娘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可以告訴我了吧 老衣 老衣 二少奶奶 老衣 有什麼事嗎 老衣 老衣 你這是 老衣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都打電好了 我把我三十多年來 省吃劍用的一大筆積蓄 給了我那個在牢裡當差的親戚 我和她商量好了 老衣 快起來 有什麼事情我們起來慢慢說好嗎 你先聽我說 二少奶奶 我老胡進趙家三十多年了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跟著老爺 老爺他 我看了 老爺 我也不要 找到 尤聖家 是 织住我 我愿意用我的性命 报老爷的周全 明天 就让我替老爷上断头台 二少奶奶 全家上上下下 只有你能帮我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不 不 老五 我不能答应你 我不能答应你 我承认 我也很想救爹 但是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去做爹的性命 不要说是我 就是爹在的话 他也不会答应你的 我正因为知道老爷绝不会答应的 所以我才求你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千万不能透露主角 万一透露一点风声的话 恐怕要祸及全朝家的 二少奶奶 赵家 你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求你了 二少奶奶 你就帮我吧 你就让我替老爷去死吧 你就让我安慰赵家做最后一件事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二少奶奶 我求你了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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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大夫 你就帮我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你一定要答应我 答应我 答应我 他们来了 我求你了 你想好了 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那好吧 随我来 你 爹 爹 爹 观察大哥 我爹是不是病了 他不是病了 只是昏睡而已 昏睡 对 为了怕他不肯离开会拖延时间 我和老吴商议过后 决定弄点蒙寒药 让赵老爷服下 睡上几个时辰 等他醒来之后 一切已成定局 到时候赵老爷不愿意也得愿意 不答应也得答应吧 让你们费心了 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得尽快让老吴和赵老爷的衣服 互换过来 知道了 棺柴大哥 这件事情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你放心吧 我和我的兄弟都安排好了 可是 如果真的艳明身份的话 我们能瞒得过去吗 这一点 我们也都商量过了 老吴说他会有办法 老吴有什么办法 那他出来了 你自己问他吧 老吴 二爽奶奶 你看 我这一宣语 除了这张脸以外 其他方面都像老爷吧 老吴 如果真的艳明身份 我们能瞒天过海 二爽奶奶 你放心吧 只要不让他们认出我这张脸 不是老爷就行了 我有办法让他们识别不清的 老吴 你想怎么做 这一点 您就甭担心了 老吴 进去吧 好 走吧 两位观察大哥 外面有一辆马车 麻烦你们 把我爹先安顿在车上 我想再跟老吴说两句 好吧 别说太久 好 谢谢你们 二爽奶奶 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 把老爷安全送离明月镇 你放心吧老吴 爹的事情我会安排妥当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 明天 过了明天 过了明天 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 老吴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呢 没有 救出老爷是我最大的心愿 不过 我走后 家里就剩下我那可怜的老伴儿了 你千万别把事情的真相 告诉他 我骗的说 我到外面去谋差事 这一去 要 要一年半载的 二爽奶奶 我去看 你有空 就替我去看看他 他也是个可怜的人 我 我推不住他呀 老吴 老吴 你放心 大娘就交给我 只要有我在 就算我在苦 也不会少了大娘一口饭吃 二爽奶奶 我谢谢你了 不老吴 老吴 应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老吴 二爽奶奶 你起来 快起来二爽奶奶 老吴 二爽奶奶起来呀 你快起来呀二爽奶奶 老吴 我代表张家商商商商商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的大安大德 二爽奶奶 二爽奶奶 你快走吧二爽奶奶 快走吧 老吴 快走吧 你快走吧 谢谢你 好 我 说 mistakes 好 哦 اص 二少奶奶 老爷在车里面呢 刘伯 我把爹全拜托给你了 放心吧 老吴是我的生死之交 他托我办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妥当的 我会在乡下 好好地安置赵老爷的 能用得上我 那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的福气啊 麻烦你 刘伯 这封信 等爹醒了以后 你务必要给他看 要说到我全带上面 写的一清二楚 还有 如果爹真的要回明月镇 你一定要拦住他 不能让他回来 知道吗 我会的 好 刘伯 这袋银子您收下 今后的衣食住行 全靠您打电 还有 每一个月 我会派人给您送银子去的 没有什么万不得已的事情 能不联系就别联系 别让人发现了 我知道了 快走 给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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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一定要好好保重 将来 您再回来跟我们好好团聚 将来 您再回来跟我们好好团聚 一下 驾 驾 转 您 您 我醒来以后 老刘把一切的经过都告诉我 我赵如海这辈子 没有亏欠过任何人 我怎么能忍受老吴为我 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 我恨不得一头跑回明月镇来 让老刘拉住 把玉琦要他给我的信交给我 看完了信 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不能太冲动 否则会连累更多的人 老吴的牺牲也会毫无意义 于是 我就打消了念头 决心忍住伤痛隐身在乡间里 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才敢现身 回来见你了 乡下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老刘对我的照顾无为不至 生活上没有问题 老是你们 我几次偷偷地回明月镇打听你们 才知道赵家全都变了样了 看来 我是错怪玉琦了 玉琦 你别想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再重逢 也许是天意 再考验我们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的心有多痛 我难过得想放弃我自己 去陪伴你 是因为你 每当我想到你是那么坚强的时候 我就有再活下去的勇气跟念头 天宇 天宇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才会这么坚强地活下来 天宇 我想问你 问你一件事情 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天宇 有一天 天宇 我不再是一个健全的人 你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 还会像现在这样照顾我吗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我愿意握着你的手 陪你走完我们的下半辈子 你看看你 你问了什么问题 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你老是问这种傻问题 你说这什么傻话吗 是啊 我发现 有的时候我经常喜欢说一些傻话 天宇 是不是有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我很傻 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说话 我就知道 你一定认为我很傻 对不对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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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天宇 你说话呀 你不说话呀 我没事 我只是今天太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累 你累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去帮你铺被子 早点休息好不好 我打满水给你洗洗脸吧 我 娘 娘 外面有人放烟花 家宝 家世 外面有人放烟花 可好看了 是吗 是啊 外面好多人在放烟花 我们去看吧 好 我们一起去 可是天语 你刚刚不是说 走吧 走吧 我们去看烟花 娘 一起去吧 去吧 走 你看 多漂亮啊 对啊 爹 娘 你们看哪 这石头是太漂亮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烟花 我们赵家人 现在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团聚了 娘 你瞧那个多漂亮 嗯 真好看啊 是啊 好亮啊 真的很好看 真好看 是啊 爹 有件事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你说 过两天我想带玉琪去上海 去上海 做什么 爹 我已经知道她眼睛看不见的事了 她的眼睛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 上海的地方大 医院多 刘洋的医生也多 我想带她去上海接受治疗 我也正在琢磨这件事情 可你想一想 你还得应付跟松原的比赛 当然 医治玉琪眼睛的事是刻不容缓的 可是我担心你应付不来 爹 玉琪的眼睛一天没医好 我的心就一天不踏实 我怎么能够专心比赛呢 要不这样吧 让天灵陪她二嫂去 你觉得怎么样 爹 我还是不放心天灵陪她去 您还是让我去吧 你这么做 我才是不想办法 她的心理 人家的心理 我 我不想找她 你不想要 我才能够 她是心理 我才是心理 你怎样 她就是不是 她的心理 你不想要 她的心理 我才能够 你不想要 她的心理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这日喝茶吧 刚才我跟爹说的话 你听见了 我会不会 你别不想 你为我伤心 与其 怎么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 我们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明天我就带你到上海 找最好的大夫替你医治你的眼睛 千语 你听我说 我同意爹的季文 你跟松原去比赛 现在不仅仅是为了赵家跟宣和茶庄 最关键的 是为了重振茶庄的荣誉 这是你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如果我不去上海治眼睛 你不会有心情好好地去比赛 所以 让天灵陪我去上海 可是玉琴 天语 我不想因为我 让别人说你只顾儿女情长 我不想背负那么大的负担 你知道吗 况且有天灵陪我去 你应该会放心吧 好吧 那我去跟爹说 明天让天灵陪你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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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二少奶奶 小姐有事想见你 二少奶奶 你小心点啊 慢点 娘 您找我有事啊 慧莲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下去吧 是小姐 好 好 好 娘 你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玉琴 我真是太糊涂了 活了一把年纪 竟分不清 谁对我真心实意 谁对我虚情假意 娘 您不要这样 媳妇担当不起啊 玉琴 你救了老爷的命 是我们赵家天大的恩人 过去 我对你做了不少的措施 让你备受委屈 但你从不跟我计较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下来 我 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 你可原谅我吗 娘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谁都不怪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天灵 秦辉你回来了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在茶园啊 要处理一些事情 哦 那处理完了吗 差不多了 是吗 什么事啊 我最近啊 在研制一种心肠 今天啊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真的啊 那以后我们家 全靠你了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最近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是 幸亏有你 你辛苦了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对了 星妍呢 我怎么没见到她 她一直缠着婆婆 她今天晚上 就睡在那边了 哦 那你也早点睡吧 啊 清辉 我 哦 哦 Allow un 我心里一直都明白 你对我跟欣妍付出了很多 在别人眼里 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但是以前我们都在作戏 但是庆辉 在这几年里 你已经成为 我跟新言心目当中 不可缺少的人了 天灵 我 我爱你 天灵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 我一直在等 天灵 小心 小心 好 小心台阶 好 天灵 一切就拜托你了 玉琪的眼睛看不见 你一定要多注意 多留神 二哥 你放心吧 有我照顾二嫂 你别担心了 我去看一下行李 嗯 天宇 我也不是第一次到上海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玉琪 我用这个 我听着想 你 好 因为 哪里 那 一定要照顾自己 车夫 可以走了 好嘞 放心吧 先生 有位姐姐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谢谢你啊 天语 给你造成了那么多的加辩 我已无言在面对你 但有些话一定要对你说 否则我死也不能瞑目 首先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也许这迟来的道歉已微不足道 天语 我错得太多太多 只是那些美好的岁月 转瞬成了回忆的碎片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今想来还是心疼 为了继续得到你的关爱 我隐瞒了我的双腿 早已康复的真情 我故意在渔州里多加了言 令玉琪蒙受冤屈 为了让你对她生艳 而移情别恋 我又把她带去郊外 诅咒她 想逼迫她离开赵家 你凭什么要跟我姐夫在一起 就算是我姐姐死了 也轮不上你啊 结果害得她失足掉牙 天语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我曾经是那么羡慕姐姐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提前结束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你知道吗 当我听见你说愿意娶我 我高兴得几夜合不上眼 如果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一辈子坐在轮椅上 我都心甘情愿 但眼见你失去预期 而痛苦地折磨自己 陷入悲伤的泥潭 而不能自拔 拒绝所有人的关心 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我才知道 我对你造成的伤害 是那么深重 当我看见婚礼上 你和玉琪重逢后 那种恍如隔世的喜悦之情 我才真正意识到 它在你心里的分量 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 也许 我可以为自己生变 因为爱是最自私的 但爱也不能自私到 灭人沦丧天里的地步 面对玉琪的善良 贤惠和宽容 我发现自己是那么的 卑劣和渺小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无地自容 我输了 输给了玉琪 但我输得心服口服 因为我面对玉琪 我现在才知道 我从来就没有赢的机会 天语 为了你 我失去了自己 一个以爱为名的借口 不足以令我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对不起姐姐 对不起你 对不起玉琪 更对不起伯母对我的疼爱 所以我选接了离开 去找寻姐姐祈求她的谅解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为了不辜负我 你和玉琪一定要白头偕老 二嫂 我们到上海了 是吗 买包 买包 来 小心抬金 买包 买包 慢点走啊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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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 你饿吗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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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有点饿了 好 来 过来 我们先站到边上去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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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别动 我到那边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你千万别走啊 小心一点 天宁 您要小心啊 好 千万别走啊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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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包子 买包子 小姐 你买包子 对 买包子 买包子 吃小混蛋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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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小混蛋 小姐 你们包子拿好 谢谢啊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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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完成吧 买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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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俩先出去 有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是 长得还真不错 放开我 不要碰我 既然都到这儿来了 你就应该明白 装什么贞洁烈女 我明白什么 这里到底是哪里 你还在装傻吗 好 那我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你听清了 这里 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 是妓院 是江南众所周知的千金楼 姐 过去 你一个瞎了眼的人 想往哪儿跑 就算我放了你 你也逃不出我的千金楼去 我求求你 你帮我走吧 我求求你 你还是不相信我 这 我真是千金难买的好茶呀 二少爷 您这是干什么 嗯 爹 快来呀 家生被蛇咬了 怎么了 家生 二哥 对不起 我把二嫂给弄丢了 真是 这才对了 这位大爷再喝一点 如果不是天意 谁来解开这秘密 谁安排的相遇 谁安排分离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都留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比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场缓迹 总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 恨过 我愿是那个无情的人 为自己保留疾风 总是喝过晚清的水 你愿是夜夜相似梦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